周老师能够邀请全国的精英 建筑界的精英能够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么这过程当中 我要非常谢谢 我们丁策斯老师跟刚才吴老师 两次的指导 去年我特地透过丁老师的安排到河南去考察他们的水域 以及他们来应付气候变件下新的住宅的概念 那我们看了好几个地方 我们回来之后就跟我们黄处长说 不然河南因为长期来家家户屋都有小船 所以他们住在浮动屋或者船屋 向来有这个历史的传统 那么台湾我们一盖房子大概是会盖的 很困固的 盖得很坚固的 外表粗粗的 但是都好像为了应付台风 还因为这个地震 那么是不是浮动 有没有机会呢 有没有可能呢 那我们在想说气候变现之下 尤其最近又有海啸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基本上 一个超级大海啸火灵的办法 那如果是一个浮动海啸火灵 这个浮动屋 是不是能够避免这个灾害呢 同时海域面要上升 专家说如果海域面上升 一公尺多一两公尺 恐怕不但是屏隆县 西南连海的引领加力 包括彰化 来自于台北本地 恐怕都要陷入 高雄市都没办法有信念 高雄市台北市 都要泡在水里面 那么这样的新型的一个建筑物 我们怎么样找到这么土方 来把这个目的地点 有没有可能发展这样子的 流动式的一个麻木呢 当然这个还是要未来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政府不能够麻木 不能够 为什么我们要走在前面 所以我们才 这个 这个 心里头说 每一辈嘲笑 这个 平方政府怎么在做这种傻事呢 可能吗 但是我们想起来 现在一定要邀请 这些建筑院的这个专家协生 那 还有 未来的建筑系的协生 开始要过想 新的 新的 新的城市的概念 那我一直认为 像我们屏東县的大湖湾周渣 以及 第一海平面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我们跟水 水利署的水龟所在 规划未来的城市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浮动的云源 在里头 这个总额治水的时候 已经把它放进去了 所以我们才 鼓足勇气 来邀请大家说 走在时代的前端 所以今天 有做过132位的同学 那么我们从当中 选出20位 这么优秀的作品 恭喜大家 你们走在时代前端 因为我们已经 新的概念 已经在注入给我们社会 希望我们社会 已经要有浮动 住宅这样的基因 在这里面 我们要应付归来 所以我们才 评论先生们说 这个中央政府都不急什么 不过 政府如果一定要做在前面的话 永远被泡在后面 所以我们也 谢谢这个丁老师跟张老师 张文教 周老师教人 这样子 背后在支持我们做这样的活动 那这个都是流向机 你们都在历史的记录当中 做在前面 所以恭喜大家 不管今天下午的第二阶段 是谁胜出 那总之你们在二十年被 被纳进来 我们将来会装定乘乘 装定乘乘 将来建筑系里面的鞋弟们 就一定会看到这一块 大家都会以这个基础 以这个基础再向前进 所以你们的贡献 一样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今天恭喜大家 也就是二十年内 那我们下午 这个 写出来的 这个 最好的作品 那么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牵挫了 所以再次恭喜大家 你们只在时代的前章 我们谢谢黎德老师 用我们的支持 好 谢谢 谢谢